拍黄瓜终于自由了呀 开着扫饭馆居然会因为卖了一份拍黄瓜而被罚款几千块钱 你说这个事冤不冤呢 这也不是段子 也不是什么个案 你网上一搜的话至少可以找到上千条类似这样的处罚信息 不过万幸的是这样荒诞的事以后可能就不会有了 因为最近呢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了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 里面就明确说了 像拍黄瓜呀泡茶呀 这种比较简单的食品制售行为 是可以适当的简化设施设备和专门区域的 而在过去呢按照食品安全法的规定 普通的饭店你可以卖炒菜 但如果要卖凉菜像拍黄瓜之类的东西 还需要专门的营业资质 以及专属的操作间 不能低于5平米 否则就是超范围经营 要是被发现的话呢 轻则警告重则就是2000块钱以上 1万块钱以下的罚款了 但这个规定呢确实想起来会有些不太现实 因为有很多小餐馆总共就只能摆几张桌子 这种生意很多都是父子店夫妻店之类的 可以说是小微到不能再小微的生意了 为了卖个拍黄瓜还得单独再配个厨房 是不是不太现实呢 再说了现在食品安全问题多不多呀 什么地沟油啊添加剂啊病死猪肉啊 甚至老鼠头硬说成是压脖子等等 哪个悲害不大呢 干嘛就非要跟拍黄瓜过不去啊 而且正因为有这条规定的存在 还出现了一些居心不良的人钓鱼式消费 跑到饭店里专门点一份拍黄瓜 然后再举报 之前湖南猪洲就有这样的事啊 有一对父子居然三年间举报了49次 要求饭馆十倍赔上当天的消费金额 我点了200块钱的菜 你就要赔我2000块 后来搞到当地餐馆都吓到把他们拉黑了 照片直接挂店门口拒绝他们进入 要说起来哪个行业最绝呢 餐饮企业至少得排进前三了 你看着他毛利率挺高的 成本一块钱两块钱的黄瓜 拍了之后呢可以卖到十块钱十几块钱 但是由于这个行业门槛太低了 竞争也是非常的激烈 像口罩的这几年也是餐饮业最艰难的几年 什么房租人工等等的固定开支在那摆着 但是客流又下降了 整体消费能力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所以呢为了恢复经济新兴促进消费 全国上下都在想办法 比如说现在一些一线的大城市 什么深圳上海的都已经允许摆地摊了 想要经济有活力 烟火气生腾 其实该放手的就得放手 当然了该管的也还是要管的 像这次的这个新规定 对于高风险的冷食 比如像冷婚类的食品 糕点类的 还是明确的要求的 而且如果拍黄瓜真出了什么问题的话 事后该追责肯定还是得追责的嘛 这就是所谓的宽言相继了 餐饮店再小 但是也关系到一家几口人的生计 尤其在当下经济低迷的时候 咱们更应该给包括餐饮店在内的 灵活就业者们更多的包容和呵护啊 拍黄瓜 当初花了五六万买的请 可能现在转手5000都卖不掉了 有一半的钢琴厂已经倒闭 有媒体报道说 2023年钢琴的销量是断崖式的下跌 而且整个行业的下行 其实从2019年就已经开始了 20年到22年是比较的惨 到现在 这个行业的销量 几乎只有它高峰时的15%了 A股似乎也在用股价佐证这些信息 像猪江钢琴已经连续跌了5年了 最近9年来只有一年是涨的 海伦钢琴的股价从最高27块跌到 现在只剩下7块 而钢琴行业的今天 很有可能就是很多其他行业的明天 那为什么这个行业会这么惨呢 总结一下大概有几个原因啊 首先 投入成本很高 一台钢琴几万块 贵不说 更重要是胎庭站地方的 现在大城市的房价一平米都几万块钱 一台钢琴占了小半个客厅啊 相当于几十万鲜美了 再加上课程费可能要几百上千亿个小时 从入门学到熟练 这学费都海了去了 第二 竞争激烈 学钢琴的人真是太多了 网上都有段子说 光是北京海淀就有几十万个小孩在练琴 这个数字虽然是夸张了 但绝对数肯定不会少 可想而知 想从这门艺术中脱颖而出 难度的一个多高啊 而所谓的特长就是 少数人会的那才叫特长嘛 如果大部分人都会 那这种特长还剩多少意义呢 很多网友都说了 花那些钱 我还不如出去多旅游几次呢 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 没有太多的市场空间 很多乐器都可以背出去 或者装在车的后尾箱里面带出去 但是钢琴 那真是搬不动带不走 在家里谈还容易扰名 被邻居给投诉了 最大的作用或许就是在公司年会上 发挥那么几分钟 但是呢 好像对于本职工作也加不了多少分 还有第四个原因就是人口结构跟经济形势变了 咱们中国在前年 总人口首次出现下降 新生而更是连续的在下跌 这意味着未来的学员会变少 加上现在咱们的城市化进程 也基本上告一段落了 原来呢 是经济增长 人口增加 城市化提高 多种因素共振 造就了钢琴市场的繁荣 可是现在是 原来的那些有利因素全部都转向了 现在很多城市中产的房子 股票 理财各个账户都在缩水 甚至有的人连工作都变得不那么稳定了 所以呢 受到影响的 肯定不仅仅只是钢琴 有统计显示了 现在几乎所有的非必需消费都在萎缩 比如说主流的娱乐方式里面 相比三年前 酒吧 电影 夜店 KTV等等下话是最严重的 这些呢 都是年轻人的节目 而增长的较好的 则是偏向于中老年的 而且花费较少的项目 比如说逛公园 城市徒步 还有瑜伽之类的 总之 不是钢琴学不起 而是这笔钱 花在其他的地方 更有性价比 钢琴的销量雪崩 或许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有很多非必需的消费品 估计都有可能会面临着 钢琴这样的命运 金融都快完成谍战了 萝卜张 假员工 假系统 拦截快递等等手段都用上 成功骗到300亿 还把京东诺亚等等知名公司 都给拉下了水 最后要不是A股六亲不认 谁都不卖账 让社局的人栽了个大跟斗 这个骗局可能到现在都还没有暴露呢 所以要说真还得是A股啊 专制一切不服 设这个骗局的人是个叫罗靖的香港女人 她的商业眼光还是很不错的 很早的时候就签下了NBA的国内独家品牌授权 还有变形金刚 功夫熊猫 等等IP的国内授权 她之前还买了两家上市公司 分别在香港和新加坡上市被人称为成星系 这个成星呢 有一个业务就是跟京东苏尼们合作 帮他们去上游采购商品 等京东们卖了商品之后呢 再结账 做中间商赚差价 那这种模式之下呢 就会形成对京东和苏尼们的应收账款了 注意哦 这个应收账款就是关键了 这个业务要说起来 虽然赚钱比较少比较慢 但是是实打实的赚钱业务嘛 但问题就是罗美女买上市公司的钱很多是借的 搞到资金链比较的紧张 那罗老板就想到了 京东们的应收账款是可以拿去做抵押融资的 如果在应收账款上面造个假 先把钱借出来 赚到钱再还回去 不就可以完美的借机生蛋了吗 于是好戏就开始上演了 首先她刻了两颗萝卜张 一个是京东的 一个是苏宁的 再用假张做了很多的假合同 然后呢就拿这些合同去找诺亚财富融资 要说这个罗老板真是有远见的 人家多年前就组了个木兰会 搭了个女老板的圈子 里面有董明珠 国美的杜鹃 还有诺亚的汪靖波等等的大佬 诺亚一看熟人上门 好说好说 接下来就开始走流程了 第一步就是要去京东跟苏宁的办公地对接合十 然后罗老板怎么搞呢 他就安排了几个人 带着假的公牌 拿着访客证混到京东里面去 再带着诺亚来访的人到办公区里面去 转了几圈参观了一下 然后还搭了个假系统 完全模仿京东苏宁的后台数据库 全流程造假 反正愣是给糊弄过去了 那你说在京东的办公室里又上了你的系统 诺亚应该信了吧 别着急 诺亚这边还需要再发快递去书面确认 那这个怎么搞呢 于是罗老板居然又安排了人 把这些快递给截糊了 然后自己盖上了假张再给寄回去了 同时他又给诺亚负责这个项目的总监塞了两百万 最后诺亚就拿到这个假的应收账款发产品 憨呲呲的帮罗老板融资了上百亿 发现这个模式能走通之后 罗老板就复制粘贴呀 用同样的方式又找到其他的金融机构 在当下的环境下 如何去寻找那种自带安全店的公司呢 这两天我在号称里矿之都的江西一春的一个小镇 因为这里是我妈出生的地方 然后我有个表弟在这里做运输业务的 曾经他最大的客户就是里矿生产企业 从山里面把金矿拉到企业去生产 去年他暴转企业动不动就跟他说 你给我装五万吨的矿来 当然现在一下子就经费吸笔了 随着产能过剩 碳酸里的价格从六十万一吨跌到十五万一吨 那这边据说里的成本会高一些 只要跌破十五万一吨企业就会亏钱 所以现在企业都不怎么要货了 最多说你给我拉个一千吨来试试看吧 两年前还是由里走遍天下 现在就变成由里说不清了 一轮周期下来干风里也从一百六十块跌到四十四块 天气里也从一百四十五跌到五十五 市盈率更是从上万倍跌到六倍 其实当时我也说过 我说像归根里这些新能源的基础材料 可能会和钢铁水泥 这些传统基建的基础材料一样 从高成长变成高峰红 估值呢也会逐渐像这种重资产的传统材料靠拢 但是我也没有想到这个过程会这么的快速和凶残 其实如果拉长周期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可能所有的公司都会经历这个过程 就是从高成长的发展阶段变成高峰红的成熟阶段 那对投资者来说就会对应着不同的策略了 有人呢就是喜欢去投资快速发展的公司 承担更高的风险赚取股价上涨的收益 那有人呢就喜欢投资像银行这种成熟期的公司 更加稳健赚取分红收益 那这里就有个需要格外重视的地方了 每个公司它可能有着同样的过程 但是终点却不一样哦 有的公司到了成熟期之后它只有四五倍的市盈率 但有的公司就算不再高增长了 都还能有二三十倍的市盈率 这是为什么呢 区别可能就在于自由现金流不同 简单来理解的话就是 有的公司呢它不需要资本再投入了 不用再投太多的钱了 它基本上能把赚到的所有利润都分红给股东 比如说像那些白酒中药信息软件之类的公司 那这样的公司估值就会高 而有的公司它要想保持业绩稳定的话 就必须要把赚到的钱再投进去 购买新的生产资料 或者是赚取利息 比如说那些利润比较微薄的制造企业 如果想要增长 它要开新的厂房招新的工人 煤炭有色企业要买设备动工开矿 银行要增加资本等等 最后呢财报上看上去赚了很多 但呢只是纸面利润 股东可能也分不了这么多 那像这种公司的终点估值 自然就是个为数了 所以说投资之前呢花点功夫去判断一下 这个公司的业绩天花板可能会在哪里 终点估值可能会是多少 对我们制定策略也是很有帮助的 尤其当下的这个环境下 自由现金流充裕的公司 自带一张安全点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了5万元了 又一个里程碑呀 这其中离不开您的贡献 今天呢统计局发布了2023年的各项经济数据 先看收入方面 去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39,218元 同比民意增长6.3% 其中呢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达到了51,820亿元 增长了5.1% 看到这个数据之后我挺感慨的 咱们和大佬们平均起来真的是有钱哪 一年5万多 相当于城里人平均月薪4000多 看上去不高 别忘了 这只是可支配收入 可支配收入指的就是拿到手之后可以选择花出去 或者是存起来的收入 扣掉了税金 社保 以及房贷那些 如果再算上那些的话 那平均月薪能高出一半 接下来呢看一下消费方面 去年人均消费支出26,796元 比上年民意增长了9.2% 没有通胀的情况下还能有这个消费增速 看来咱们跟大佬们平均起来 也挺能花钱的 交通通信 文化娱乐 还有医疗这几块增速都是15%左右 是消费的主要拉动力量 再来看经济大盘方面 去年全国生产总值126万亿 增长了5.2% 全球遥遥领先 城镇调查失业率5.2% 稳中有降 值得一提的是 从今年开始将会新增统计两个新的失业率数据 按月发布 一个是不包括在校学生的16到24岁失业率 一个是不包括在校学生的25到29岁失业率 去年这两个群体的失业率分别是14.9%和6.1% 高于平均水平 代业的青少年还是挺多的 反正总体来看各项经济指标都是比较优秀的 我们普通人可能会感觉到遇到了很多困难 但是在有钱大佬们的带动下 平均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在这里恳请各位大佬为国接盘 让A股的增速能匹配得上您的增速 让我们也能跟着喝口汤 见到您的增速能量 在这种位置下 进入增速能量 再参加 您可以再参加 这个为了